六普呢刚刚取下这个联赛五联胜啦 那也是这个主场的三联胜啦 如果你要更漂亮一点的数据呢 就在这个联赛呢 已经保持七轮不败的这个记录这样子哦 这一场呢即将要面对上这个布伦特福德啦 本赛季呢表现相当不错的一个球队哦 上一次我们跟这个布伦特福德碰面的时候呢 还被对方呢少了一个3比1啦 那球进场比赛有什么值得我们讨论的点呢 马上进入本期的这个赛前看点吧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足坛YouTube频道啦 那如果你喜欢我接下来分享的内容的话呢 也不要忘记啦帮我们点个赞哦 那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记得订阅一下本频道的支持支持一下这样子啦 那六普呢对垒布伦特福德啦 刚刚我们在片头上面也有提到啦 上一次的碰面呢就是直接被这个布伦特福德呢 少了一个3比1啦 那一场呢是这个世界杯之后呢 六普打得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个比赛哦 而且呢这个Evan Tony呢那一场比赛呢都没有上场哦 我们只是被这个Visa呢还有这个Embermore呢就已经被打爆了啦 而且呢两个赛季下来呢其实在客场呢碰上这个小蜜蜂呢 其实都是让对手呢打进三颗进球哦 不过主场球的话呢上赛季呢我们是在这个安菲尔德呢大胜3比0啦 那这一次呢能不能再做这一再做一个三比零呢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拭目以待啦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我自己的这个预测手法 Seven哦那周中呢对垒这个富勒姆的比赛呢 确实是做出了一点点的这个轮换啦 非常喜欢轮换啦比如说这个Cody Garpo呢 当时候呢就没有得到上场时间啦 还有这个Robinson呢当时候也是得到了休息时间啦 Louis Diaz呢当时候在这个第66分钟呢被换下场哦 那这一场呢我觉得呢应该是不会看到太多的这个轮换啦 毕竟呢这一支球对目前体系上最佳11人呢 老实讲也换不了多少啦 我自己估计呢这个Garpo呢会回到这个中锋的位置啦 Andy Robertson这里呢也会回到这个左边位哦 那另外两个比较值得讨论的这个位置呢 我自己认为是这个右侧中场呢 还有这个左边锋这个人选啦 如果是照着这个照理来讲 这个位置呢应该是会给到Jordan Henderson哦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Jordan Henderson呢是非常需要休息啦 你看上一场呢他对脸富勒姆的比赛呢 结束的时候都已经累垮了哦 所以这一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啦 不论是这个Harvey Elliott呢 还是James Milner哦我觉得都可以啦 但是我这里呢我感觉上呢可能呢是会给到Harvey Elliott这样子啦 所以我这里呢在预测手法上面我就放上这个 Elliott的这个名字哦 只要给Jordan Henderson呢休息就OK了啦 那左边的位置呢我觉得Jota呢应该还是不会首发啦 在这个赛后记者会上面呢其实Klob呢就有再次表明说啦 这个Jota的这个背伤呢其实一点都不轻哦 所以呢我感觉上呢应该是会在这个Diaz呢 还有Nunes之间呢做一个选择这样子啦 那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就直接进入本场比赛的这个五大看点啦 第一点呢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啦 谁呢到底是更适合这个左边风的位置哦 Luis Diaz呢短短两场比赛呢是直接宣示主权啦 你可以看到呢Klobbya人呢始终还是我们这个边风的最佳人选啦 我会这么认为其实这一点呢我自己是没有料到的啦 因为我觉得呢Luis Diaz受伤的期间啊 我觉得Nunes啊还有这个Jota呢 不时呢都有展现出他们适合主打左边风的这个表现哦 可是没有想到呢Luis Diaz一回来的这个第一场手法呢 就已经证明了自己呢完全没有退步啦 那本场比赛来讲呢我自己个人呢我会倾向于给Darwin Nunes呢 一个机会这样子哦我这里就直接放上Darwin Nunes啦 我觉得呢第一点呢是要保护好这个刚刚商誉的这个Luis Diaz啦 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呢是Darwin Nunes呢 需要得到连续上阵的机会呢才会打出这个好成绩哦 我们来看一看最好的例子啦 目前的这个Kurtis Jones啦连续六七场的这个手法呢 完全证明了自己呢是有能力呢在这个Luis Diaz生存下来的这个球员这样子啦 那当然啦如果你用Darwin Nunes自己做例子呢 自己本身的例子就好啦 赛季出十月的时候呢其实曾经有一度呢连续获得这个手法的机会啦 那当时候呢其实也是有打进这个四颗进球啦 还记不记得他在对了这个南安普顿呢 就打进两颗进球哦 所以这一场比赛呢我觉得是可以去赌一把的啦 直接让这个Darwin Nunes呢去首发啦 而这一次呢别首发他在这个中锋的位置哦 而是把他首发在这个左边锋的位置吧 那另一点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呢 就是这个左边位的这个位置啦 在目前的这个战术上 战术上上面看呢 就会更像是一个左中位啦 那对了热刺的比赛中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啦 当这个六谱呢正在进行进攻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Fabinio啊 还有这个Chair Alexander Arnott呢 形成这个双后腰的这种感觉哦 Vergio Van Dijk 居中Konate推到这个右侧 那Robertson这里呢 就会形成我们的这个第三中位这样子啦 那那一场比赛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啦 Robertson的这个 三中位的这个组织进攻呢 感觉他对这个位置呢非常不熟悉哦 无论是这个防守站位啊 后场出球的能力啊 那都看起来很尴尬啦 那周中呢 我们把这个位置呢 换上了这个Costa Semicas哦 我自己觉得呢 哇 Costa Semicas是更加不适合这个位置哦 所以整体来讲呢 这个战术呢 是造就了这个Chair Alexander Arnott啦 反倒是有一点牺牲了这个左侧的这个Robertson这样子哦 所以这一场呢 对了这个布伦特福德呢 我觉得Robertson 首发应该是板上顶顶的事情啦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目光呢 放在这个左中位的这个呃身上哦 看看教练团呢 会不会做出一些改变啦 或者是说呢 Robertson这里呢 也会慢慢的呃 去适应呢 这个呃位置这样子啦 第三点呢 我们来聊一聊定位球啦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 上次我们跟这个布伦特福的碰面的时候呢 这个主教练Thomas Frank呢 就是用这个定位球战术呢 直接把Liu普打爆啦 三颗进球里面呢 两颗来自定位球哦 那除此之外 除了那两颗定位球呃 进球以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两颗的这个呃 脚球进球呢 是被这个VAR捶掉啦 所以总体而言呢 其实Brenford在那场比赛呢 是用定位球呢 打破Liu普的Longman的四次 OK 四次哦 但是因为这个进球呢是无效啦 所以在这些记录上面呢 是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啦 但是呢这个影响呢 并没有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呢 布伦特福德目前呢 已经打进这个14颗的这个呃 定位球进球啦 其中这个XG呢 高达15.89 是目前英超榜上呢 利用定位球进球呢 排在第二名的这个球队啦 那这一场呢 我很肯定啦 布伦特福德呢 也会用这个定位球来进攻这个 Liu普啦 到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布伦特福德的定位球呢 到底有多恐怖哦 所以Liu普球迷们呢 准备拿出你们的这个旧行丸吧 那小蜜蜂本赛季呢 其实并没有发生这个 Second Season Syndrome哦 这个二年级魔咒啦 就是上赛季呢 保级成功排在第13名哦 本赛季呢 其实老实讲呢 我们现在看这个英超榜的话呢 没有意外的话呢 Brandford呢 肯定是会排在这个前10名的啦 其实还有一度呢 布伦特福德呢 是有在这个真实的这个讨论范围里面的哦 那目前呢 排名第9名啦 那布伦特福德本赛季呢 是不是已经没有目标了呢 并非如此哦 其实我们来看啦 联赛呢 剩下这个四场比赛哦 但是呢 布伦特福德呢 跟这个第6名啦 其实不是第6名啦 第7名的这个 Tornum Hotspur呢 其实只差了一个 4分的差距哦 所以老实讲呢 如果你硬硬要把它 攻上前6的话呢 其实还是有 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距离啦 但是呢 去在这个前期的位置呢 拿到下赛季Conference League 对于这支俱乐部来讲 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进步哦 一个赛季呢 保级成功啦 结果下一个赛季呢 直接挤入了这个 欧战席位这样子哦 所以布伦特福德呢 本赛季的这个目标呢 还是有的啦 对于他们来讲呢 我不觉得他们的赛季 已经结束哦 所以六普这里呢 我自己觉得啦 真的是要准备赢来一场 硬战啦 那最后一点呢 我们当然要提及这个 Toni 老师啦 Ivan Tony啦 本赛季呢 20颗的这个联赛进球 What a season 上赛季呢 打入12颗进球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哦 以一个布伦特福的球员来讲呢 一个赛季12颗进球 非常亮眼啦 结果本赛季呢 是继续爆发啦 而且他的这个 goals per game呢 是高达0.6哦 在这个数据上面呢 其实就 以前 前个赛季啊 或者是上个赛季来讲呢 这个数据其实已经是 英超的射手王了啦 只是呢 本赛季呢 有这个Harry Kane 还有这个Earling Haaland 这两个 怪兽在他的前面而已啦 那这场比赛呢 肯定是要非常担心 这个Ivan Tony的啦 那另外一项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数据啦 就是我们的这个观众 我们频道的这个观众 Roy呢 跟我提到了啦 Tony呢 最近的这个数据呢 是一场进球 一场没有进球 一场进球 一场没有进球哦 那话说呢 上一轮呢 对了这个 Noting and Selling的时候呢 Tony呢 是已经进球啦 所以呢 这一场呢 对了利物浦的比赛呢 就希望你不要进球啦 不需要进球啦 我们等到下一个比赛呢 对了这个西汉姆呢 Tony你再去进球啦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的这个 赛前看你的所有内容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 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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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